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沈从文的经典小说《编程》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座重要的城 一座是前中书的围城 另一座是沈从文的编程 它们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围城写的是现实 而编程写的是梦幻 但这种梦幻又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虚构出来的幻象 而是根植在我们生活里的 编程之中既有湘西如诗如画的风土人情 也有苗族朴实善良的年轻男女 很多读者在挑选小说的时候 往往偏爱那些情节曲折离奇 语言奔放的作品 而阅读沈从文的编程则需要十足的耐心 还需要具备一种愿意从现实生活中 暂时抽离出来的觉悟 如果想要真正进入编程的世界 就必须先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沐浴更衣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保证咱们的解读并不会平淡如水 也不会令你听完之后觉得了无趣味 编程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初读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就像是一部田园木歌 给人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在沈从文底下的世界里 几乎所有的人和事 呈现出非常自然的状态 似乎根本没有经过人为的修剪 编程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 出版以后的反响并不太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 在动荡的年代里 大部分作家的创作 以揭露社会阴暗面为主 沈从文的这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 让很多人非常反感 觉得他不过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作家而已 直到20世纪60年代 著名文学批评家夏志青 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书中 重新把沈从文 钱中书 张爱玲等人一起打捞起来 他认为沈从文和其他几位一样 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实际上被大大低估了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汉学家马月然曾经透露 沈从文原本应该是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只可惜他在颁奖之前去世了 因为按照传统惯例 诺贝尔奖只能够颁发给在世的人 马月然的做法 其实严重违背了诺贝尔奖的保密原则 但是他说自己愿意为了沈从文 而打破这个规则 沈从文的这一次错过 就令中国又错过了20多年 直到2012年 莫言才作为首个中国籍作家 获得了这枚意义非凡的奖章 沈从文的遗憾已成事实 但是他的作品却并没有因此而逊色几分 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细细的品位一番 他的编程 看看这部写于80多年前的小说 是否同样能够打动今天的你 也看一看他究竟是用什么 在早于莫言20多年之前 就打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 编程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小说 不同的人总能够读出不同的含义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之下 也能品出不一样的意思 但实际上 这部小说论情节并没有什么一波三折 论结构也不见得有什么精巧设置 论爱恨更没有男女主角的哭天抢地 那我们究竟要从这部小说里读什么呢 首先咱们来做一次超越时空的旅行 亲眼看一看沈从文笔下的这作编程 他究竟长什么样 有什么景致 这里又生活了什么样的人 编程描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四川的小城茶洞 而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 但是他们相距不远都在湖南的西部 茶洞是湘西边境的一座小城 城里边有一条小溪 沿着这条小溪流淌下去 有一个渡船码头 溪水清澈见底 水中的鱿鱼仿佛漂浮在空气之中 小城衣衫傍水 每家每户都有吊脚楼 房子一半靠着陆地 一半就在水里 城外有一条临河的小街 往来商贩络绎不绝 这里有理发店 有杂货铺 有小饭店 一派人间烟火气息 在编程的开头 沈从文好像用了一个极长的电影镜头 一镜到底不带喘息 从容而又缓慢地拍摄了这个地方的全景 它又像是租用了一台直升飞机 从空中俯拍 将整座小城 以及周围的景色 尽收眼底 这里的美 就像是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 远离尘世的喧嚣 著名文学批评家夏至清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把沈从文称为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 因为他总是能轻轻几笔 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随 在不经意之间勾画了出来 听到这里 你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 男主角在哪呢 女主角又在哪呢 为什么要对山山水水 做这样用力的描写呢 这简直不像是小说 而像是一篇散文 一点都没错 沈从文的小说 的确非常像散文 急性字的人往往读不了 但是急性字的人 如果抢先翻到后面 看了故事情节 恐怕还是会回来 细细品味这一番景色 因为沈从文的景色 是与众不同的 他不是为了衬托环境 也不是以景写人 曾经有外国的一本 将编程的书名翻译为 脆脆的故事 这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脆脆的故事 只讲了情节 而编程的景色本身 就是小说中的 一个关键的部分 少了它 编程就不完整了 同时 这座远离尘世的小城 是不是还让你不自觉的 就联想起了 陶渊明的那座桃花园呢 但是编程和桃花园 是迥然不同的 桃花园一看 就是一个虚构的地方 只不过是捕鱼人 偶然之间遇到了 说不清道不明 它的具体位置 后来再去寻找 也了无踪迹 但是编程不一样 它其中的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流 每一条小溪 每一座桥 都有实际地理根据 沈从文还画过一幅小画 就叫做茶洞 一宅一户的设置 都和小说里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很多人读的时候 会忘记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 以为沈从文讲的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故事就这样 在一幅水墨画的背景之中 徐徐展开 命运的悲剧 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感谢观看